車車 根本就不是 就是 就是要去 就是你 那個就是有大車車會來接你啊 啊我一直都在那個 因為像個人的那邊在等 所以根本就等不到啊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開到那裡 啊我哪齋 啊所以 因為你只講 Poor的FreeShuttle啊啊我怎麼知道他會到哪邊 因為像那個 對啊 我們都在那裡 不知道在幹嘛 反正他就一直問我說 我在哪裡然後我就說我在 那個行下然後他就說好馬上派車過去然後他還 留了我手機跟 名字嘛然後 我以為他會說什麼到了打電話給我還是幹嘛 不然留我手機幹嘛 結果就是都沒有 就也沒有收到任何 就是 司機也沒有收到 就沒有打電話給我啊 然後我就在那裡一直等 然後就等了 半個小時 我就打一通 半個小時就打一通 我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他就應該是 很問號不知道是怎樣 對啊 啊問到後面 就是 我就問說 我到底要在那裡 然後他 就 反正他後面才跟我說要在那個紅色區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在哪裡等啊 他只叫 因為他 一開始我就問他說要去哪裡等啊 他就說 你在哪裡 啊我就說我在 那個行下 所以我以為他就會開到那裡 還在我還是幹嘛的 因為我不知道啊 因為每間也不一樣 他也沒有說清楚 所以我就在那裡置帳等 然後不知道在幹嘛 哪有 你傳哪一個給我 你說email的嗎 parking的 那個free shuttle的 我有傳一張截圖給你啊 他不是就 那 那時候 前幾天我就有跟你說你要到red area 你不是說你知道 我哪知道 所以啊 所以結果是那種是 那種 hotel pool free shuttle嘛 就是大家一起來的嘛 對啊 對啊 不是大家一起來是 我們這一間飯店有 磚車 但是也是就是那台大 那種大台 他是只有到這邊 就他們是分各家的 然後自己開自己的車過來載人 所以才需要打電話跟他聯絡 他才出車 對啊 然後 重點是他來 他也不會打電話 他就是看 上車好他就走了 他也沒有什麼 他只確定上車是不是他 定的人 這樣而已 然後他就走了 對啊 因為原本他第一通電話他是告訴我說 第一通他是跟我說司機會聯絡我 我就不知道在等什麼啊 就沒有人在聯絡我 我就不知道在幹嘛 對 因為 因為很糟糕啊 所以我就說他們的 Cleric還真的是蠻糟糕的 他那個 吃飯 要幫你多收錢也不說 然後推銷50元 就更早 對啊 然後 Shuttle 叫你到 就多講一個 Please go to red area 有這麼難吧 他也不跟你一起 他就一直 跟你回答一下 然後讓你多等了兩個多小時 對啊 我的 入關這麼快 所以我在那裡等 那個車車等 但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 就是 你爸 夾壽司給你一次 謝啊 媽咪 等一下 去吃 七八五十元台幣的早餐 吃得更好 沒有啊 你們 聚餐 超過這個價錢嗎 媽咪 你兩餐就超過了 也對齁 那麼好 所以 可以 所以你等一下 跟那個 Cleric 喔好啦 這一間是評論很好的 是嗎我怎麼看他只有三顆星而已 是 是 他的三顆星 可是他的那個 common都是高的啦 大家都七點多 他是八點多分的耶 可是 就有點昏倒 因為大家都說他很好 那 不知道啊 可是是我第一次去啊 我也搞不清楚狀況 我問他 是沒錯啦 就是 他問你啊你打 啊那他 你打了很多次 那他 基本的就跟人家說 Please go to red area 所以我就一直 我一直換問題啊 我一開始 說 反正我就 我換問題問 所以才問出這樣子 不然他應該都 不知道在回答什麼鬼東西 對 所以他 就是你 你問什麼他就只 回答什麼 沒有我就說 我要free shuttle啊 我就他就直接就問我在哪裡 然後他就說他就會派車過去 20分鐘這樣子 第一通電話是這樣 然後你幫我留名字跟 電話嗎 啊 對啊結果就 就在那等了一個小時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你 然後我又再打電話給他 然後再 確認然後他就 不知道他就好像手忙腳亂 然後他就說他要再聯絡 司機 然後他又 就這樣子而已啊 然後我又再等了一個小時 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 我又再打電話過去 然後 就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 對啊 然後就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我才知道 原來是要去 樓上紅色取一張 不然他都沒有說啊 他只有告訴我 他就問我說我在哪裡 我就回答我在哪裡 他就說他會派車過來 不知道是怎樣 大家都是 熟客是不是 對啊對啊 對啊 啊我是有跟兒子講 啊 我 兒子忘了 那問題是 他們 飯店人員 這很基本的 就是應該要 SOP 留下的 姓名電話 第三句話 就應該 稍微 請顧客說 沒有啊 他沒有 他就沒有 SOP 所以我就說 這飯店員真的是 昏倒 可是 都這樣吧 早餐要扣錢 也不說 他就直接就扣了 然後 兒子 等一下他去跟他們確認說 為什麼 I I I think I pay by this credit card but actually the fact is not so please tell me which car you are you were using yesterday 然後你就叫他們查一下賬 他們就會把那個錢單拿出來 你要困認那個維碼是4677 不是你的 就對了 對 我覺得他們 好啦我會寫comment 呵呵 真是太糟糕了 怎麼糟糕 完全 I'm experience 好昏倒 至少我有10點45分前 抵達 不然我就消失了 你就沒有shuttle可以做 對啊我就還擔心你沒有shuttle做 還不過 所以 就變成 好像在你心願 啊所以你等一下 其實你吃完早餐沒事了 我是要說你可以 叫他們shuttle早點在你去 Trafi 租車 因為 然後你可以順便跟Trafi 聯絡一下 如果